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最近失眠的话 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没有拍摄新的影片 现在呢 我给大家更新下视频 这支节目主要是讲 河南的一个小粉红 在万达广场抵制HM品牌的衣服 就在万达广场的HM门店 举牌抵制HM的衣服 然后被广场物业报警 被那个中共警察给抓起来 很可笑,真的很可笑 就这么爱过,被洗脑那么严重 然后却被中共抓走了 被铁拳打倒了 这么...洗脑这么严重 脑子就是没有脑子 就是个脑残 就是个傻子 就是一个智障嘛 是不是?是不是个智障 爱国 前前那个就是... 官媒的活摄 央视那个B站那个BBB视频网站 那个国内的BB大陆网站嘛 那个央视频道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官媒的那个活摄的账号 那个... 外交部的那个... 华... 华春莹 那个傻逼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在发奖消... 奖消息... 因为国外不是说... 嗯... 新疆... 新疆那边... 嗯... 嗯... 强迫人民... 强迫新疆劳动... 嗯... 新疆集中营... 迫害了新疆人嘛 然后... 很多企业... 很多外资企业... 抵制... 新疆的棉花... 就是... 禁止... 构... 构进那个... 嗯... 嗯... 那个... 新疆的棉花... 就是那个... 嗯... 很多像那个... 日本的那个... 嗯... 什么... 米兽... 然后... 那个米兽... 还有很多很多的品牌... 还有阿加米啊... 还有当地啊... 这些品牌... 就是... 禁止... 禁止... 构金那个... 新疆的棉花... 因为... 嗯... 侵犯人权... 强迫劳动的新疆人... 还有特别是美国企业... 因为... 这个企业... 嗯... 这个... 这个事情... 然后... 那个... 那个... 华春... 嗯... 华春... 华春... 华春银... 辟谣... 灌花的胡思... 然后呢... 很多那个... 那个... 就是... 那些国内的傻子... 那个小号子... 嗯... 就在那评论里面喊... 嗯... 好... 很多人... 很多人都... 都... 真的相信... 嗯... 脑子... 脑子... 真的有问题... 这么容易相信... 真的这个智障... 还说别论子... 傻逼怎么样的... 还骂别人... 那你... 你自己呢... 你这么容易... 相信... 这么容易被洗脑... 你脑子没问题嘛... 你脑子正常嘛... 你这个疏词怎么堵的啊... 还说别论子... 哎呦... 你这种人... 真没有资格说别论...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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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进来... 有人为了爱国... 去... 那个HM店去砍... 然后... 她... 被金大叔叔给抓走... 嗯... 嗯... 是不是脑残... 这么容易被洗脑... 一看这个... 这个女的... 洗脑就被很严重... 洗脑非常严重... 过过来... 我... 把这个视频搞过来... 我也发到我的频道说明 因为没有电脑解释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虽然手机可以解 但是很麻烦 我喜欢直接送传 所以我省掉很多时间 然后另外一个 可以拍视频 手机屏幕散会 现在不能用 所以我现在主力机 真的好少 现在没办法 因为没有那个 把这设备去传 所以拍短一点 尽量很快的时间传吧 这个也是比较热点 因为国内的那种小人 那种年轻人 这就是不是国内 是大陆的 大陆的年轻人 那这小粉红 小五毛 脑子都不正常 什么样的 还不是给中国抓了去 还有上次还有一个人 现在是想说共产党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好 结果他发了个视频 说共产党怎么怎么不好 后来视频删掉了 他也怕被装了 但是还是有人把这个视频给保存下来了 发到网上去 哎呀最后还是被带走了 所以说你在当中没有什么安全肯定 没有什么言论自由 只有银米出国才能保障自己安全 稍微说一些话 稍微说一些真话 生下你就被抓了 轻者喝茶 重者被打被破坏 被抓了老感被消失 香港不就是 现在香港不是这样吗 是不是 还有这 还有这 之前还有个微信里面 那个文章说 解放台湾 解放台湾 一定的 还有那还有个视频 什么时候自己 一定是胡说八道说 武器都好的 可以解放 武器很强的 可以解放的 这个很确定的 但是 确定可以去打 可以去解放 但是 过段时间可以一定的实现 但是 但确定时间还没确定下来 那么胡说八道 你又从来你打呀 哇 哇 这台湾是 台湾是 经济 经济非常发达 非常扭曲的一个国家 国家知道吧 不是省国家 明白吗 美国已经给台湾 台湾一瓶先进的武器 先进的飞机了 你们中国国有吗 给了吗 你觉得土地大了吗 你有这个技术吗 什么都没有 瞎啤啤 只不给人洗脑 有屁吗 好吧 嗯 这个视频 那么 这个 这次节目的就这样吧 然后我们下次更新 啊 也说到这里 嗯 大家 能 能出国的 能出国移民的 尽管出国移民 不要在大陆待了 真的 有能力的出国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但是不要 不要 不要乱说 尽量保护自己安全 等到有 自己有能力的 嗯 赶紧赶紧出来 赶紧移民 这是我的意见 不要在 不要在 大陆待了 房子迟早 也被强拆了 这个 这个影片就这样 拜拜 大家拜拜 下次节目 下 下个影片 再见 拜拜